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23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我們 想跟大家繼續跟進一下 20大 20大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很關鍵的日子 原因就是他決定習近平是不是繼續連任下去 習近平的連任 對於全世界也是一個 影響性很大的決策 那麼究竟 5月份 5月初的時候 中共當時就據說接開了政治局 擴大玩意 會上習近平就被迫嫌威 這個傳聞當然未能夠得到證實 我們也看到 發生了一些蛛絲麻跡 我們也覺得這個機會是有的 假定這個傳聞是真的 我們分析了習近平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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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習近平 例如透過發動對台的侵略戰 像今年3月份 2月尾 俄羅斯入了烏克蘭一樣 俄羅斯入了烏克蘭一樣 這樣國家一定會進入緊急狀態 這樣 他就有機會連任 又或者 因為 緊急狀態之下 而使得 中共的二十大延遲舉行 甚至是取消了 這件事 我們之前曾經跟大家分析過 就是 習近平 私誠老毛 因為老毛曾經兩次把中共的會議 押後 原定1961年 舉行的中共九大 當時九大如果舉行的話 毛澤東一定會被人罷免黨主席 結果 他選擇了一個妥協的方式 就是吳召開九大 就是 透過7000人大會 宣佈自己退居二線 就交給劉少奇 希望用時間緩取空間 他變成黨主席是繼續做 以劉少奇 就做國家主席 如果黨主席也被取代了 被施絕了 被人趕下台的話 他可能會當一個名譽主席 但是永久失去的政權 毛澤東 其實是一個玩弄政權 玩弄權術的高手 當然習近平有很多東西在學習近平的 包括個人崇拜方面 包括權力鬥爭方面 毛澤東其實不單止是這樣 他在這個61年 的7000人大會 他當然是承認自己的過錯 但是當然也是追究有人 在這個辦事不力 企圖毀過於人 最終 他也不用全面下野 只是退居而善 習近平會不會是學他 在這個很強大的壓力之下 暫時屈居而善 然後等機會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 他有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學毛澤東 推遲這個二十大 我們詳細一點跟大家說一下 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大家都知道 如果 一個政治局的會議 不開 當然影響很大 但是如果這個中共的二十大 全國代表大會 如果不開 那怎麼辦呢 現任的中央委員 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常委 就是自動的延任了 就像香港當時的立法會那樣 就是自動的延任了 一年之後再選過 一年之後更改了選舉模式 大家不要忘記 在香港他也可以做 在大陸有甚麼不能做呢 所以 他還有一些殺雀就是 學老毛 把這個二十大 押後 然後自己自動延任了 因為不用選 總理、人大委員長 你們繼續做 總書記 我繼續做下去 原因就是現在緊急狀態 怎樣緊急狀態 就是現在的清零 現在的疫情 他們利用現在的疫情告訴你 中共疫情很嚴重 沒辦法 我們要進行緊急狀態 不可以亂來 人流 也不可以非必要 也不可以非必要 也不要開會了 這個 我認為就是習近平 為甚麼堅持要清零 的一個 做法 清零 大家也知道 基本上 是繳往過正的 但是他 怎麽要樂此不疲地去做呢 為甚麼他涉而不死去 堅持清零呢 原因 亦有可能就是為了部署要 在二十大支持 他如果權力出現問題的時候 又或者 真的沒有辦法可以 繼續連任的話 他就會通過 這個殺手間 宣佈中國疫情太嚴重 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我們 是要 押後這個中國的全國代表大會 第20屆的全國代表大會 要押後 好像當年的 老蒙的九大一樣 當時也是1961年應該開九大的 結果 他 不開九大 說現在餓死人很嚴重 然後 開七千人大會 利用七千人大會取代九大 會上 就變成了 討論了別的問題 不會 重新選舉 黨主席 他避過了一次下台危機 雖然他是退居而善 但是他 仍然是中共的黨主席 這個老毛很巧妙的 這個是真真正正的 用時間換取空間 好了 眨眼時間過了五年 到了1966年 大家想想 六六年是什麼時間呢 是文革開始 1966年5月16日 毛澤東發了一張大字報 炮打司令報 當時也是516通知 通知大家 現在文革要開始了 為甚麼文革要開始 就是因為當年 五年之後要召開九大 所以他一定要想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 在這幾年之間 劉少奇是將這個國家 慢慢慢慢扶回正 這個61年 餓死人 當時他們三年 特大困難時期 或者是三年特大自然災害 蘇修逼債 全部都是說謊的 沒自然災害 風條雨順 不過是你們 中共 亂來 他當時可以說幾年之間 將整個國家都扶回正 沒有那麼嚴重 國民經濟 慢慢回復正軌 好了 但是老毛 因為想一下 如果今年 開九大 那麼你當國家主席 劉少奇當國家主席 當時有兩個主席 順理成章 你們的勢力更加得勢 你們會繼續做主席 甚至乎黨主席毛澤東也不能做 只能夠做一個掛名永遠主席 要你退居 要你永遠退出 因為你不會管治國家 交給劉鄧 交給劉少奇 鄧小平 所以老毛 發動文化大革命 要炮打 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司令部 當時他就說他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不過北京已經被資產階級司令部控制了 當時的北京市委彭真管理 斟策不入 水潑不盡 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 不聽他的資訊 這個是楊尚昆 這傻子不聽我的話 我想做甚麼都不讓 北京市委也不讓他做任何事 封殺他的言論 連他要發聲大字報 也要在上海發 大家明白嗎 所以 他就要打到這四個人 彭羅六陽 六就是六定一 楊就是楊尚昆 彭就是彭真 羅就是羅瑞卿 羅瑞卿當時已經沒有做公安部長 但是當時是由謝富治 去兼任 好了 問題就是 他當時在北京 完全沒有辦法 整個政府 架構都是被 劉鄧控制了 資產階級司令部控制了 所以他 就要 製造一件事 打倒 劉少奇 鄧小平 所以他就說 他們是資產階級司令部 我是無產階級 我要號召 在上海號召全國人去做法 結果 被他成功了 發動了文革 當時 政治局常委就沒有了 政治局基本上是解散了 被人奪權 就由他的中央文革小組 去取代了政治局 你想想 老毛是多巧妙 把這個 奪權 把整個 國家的機器奪權回來 打倒了彭樂綠陽 打倒了 劉少奇 打倒了鄧小平 老毛做過 肯定習近平現在就是在學習這件事 所以他堅持要清明 就是 可能這招就是最後的殺雀 當他 面對沒有辦法了 北大河會議 原路 全部都說好了 一定要做下你 牽頭一百零幾歲都出來反對你 你哪有得爭 別人帶你那麼多 然後其他老野 曾慶紅 江澤民 胡錦濤 溫家寶 每個都不妥理 那怎麼辦呢 你哪有得做下去呢 朱鎔基 還沒死 所以 可能真的是要最後一招了 殺手簡 當然工台我們分析過 沒有 就工台 就是搞清零 他已經做了兩手準備 隨時就準備動來 一旦 清零說國家 疫症太嚴重了 要進入緊急狀態 我們要將會議押後 押後到什麼時候 押後到沒有疫症為止 這樣 他就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只要一天不開二十大 就跟當年的九大一樣 大家知不知道 本來1961年開的九大 最後到了什麼時候 到了1969年 才召開中共九大 所以 可以退後很多年 所以我認為這次 習近平 在做的事情 為甚麼要堅持 這個清零 就是這個原因 一方面 動武也可以 緊急狀態 如果不動武 就搞清零 所以這件事 我現在 要這樣解釋 你才會明白為甚麼 即使全國經濟崩潰 也不惜任何代價 原因就是 如果他下台 這個國家欣欣向榮 關我甚麼事 即是說這個國家 在我身後那管洪水滔天 最重要的是我掌權 我失勢 我說知你 就是這個原因 這節時間 說了那麼多事 我做了那麼多事 喊